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应该说在四个位置上做出了调整 这四个位置呢,应该其实调整的人员只有三人 但是呢,这个位置上做出了调整 比如说孙继海从右后卫的位置上已经调整到后腰了 朱志导又穿上了他那套幸运西服 我们看一看,比赛开始了 好球右路传中,到后点 回头 这个球跟上来啊,这个球 主要有后面的队员,把第二两个更好了 刚刚比较四人能被对方给挡住了 来,传起来 漂亮 这个球首先从左轮门传起来了,双加一啊 四号,凯西莫退入一后,哎,哎呦,哎呦,主要控制球 双加一 这球是犯规了,我们可以看到裁判名少了 少家一做了一个踩单车 直举啊,看看这球啊 来一下啊,挂到了 左脚,二十点五米 哎呀,这个太远了,好球 哎呀,这个球很漂亮啊 应该是董方卓打的,我看这个啊,周海斌 周海斌 啊,毛建青 是有伤把 今天毛建青啊,他虽然换位了,但是 上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 好像实现了自己的 第一个目标,寂静的目标 好球啊 有了,机会,哎呀,周海斌 周海斌可能可以打不动 漂亮,少家一吧,按照脚法应该是少家一的柜子 这三个动员其实是,打的时候,好球漂亮 很危险啊 很危险啊 哇,哎呀,好球,三号弹,团球 好球,哎呀 孙姬海吧,这球怎么会打到盟主上,姬海在后面 刚才是王栋,对,王栋,张帅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啊,太漂亮了 右脚的推射,居然推到盟主上了,横梁 该死的横梁 这个球啊,有点跳啊 后点,好,很危险,哎呀 他整球了,萨斯基克 第十场赛上,你怎么不能冻结和限制住啊 哇,这点没有人去防守 很奇怪,不计划这个点为什么能不能够 对啊 这个球不能怪杨军 能够在第十个,能把球抠出来,我觉得已经非常惯性了 应该要小心 哎呀,是 中国队的时间不是太多了 最后杰帕罗夫 技术很出色 哎呀这球 我们看着我们应该已经越位了 主约 后点啊 这个球 又是一个全场任意球 又是防守定义球 本届雅之威 我们丢了这几个球 是以一场中国队的失败为代价 我真的接受不了 哎呀这个球 真的是 果真出现了三比雅 尴尬的底分啊 真的是打到了肚子上 但是第二角时候我们呢 我们不能怪阳军 我们只能说关键时刻的这些阴差阳错 让一支球队战斗力锐减 很多说都是 非常明智的 及时的结束了比赛 中国现在各方面的发展很快 有关于中国的总球严重的不和谐 中国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是不断的在上升 但中国足球的社会功用依然很低 就是他通过种种类似今天版人的场面来提醒我们 我们的有些方面还非常的落后 非常的脆弱 这是一个必须接受的一个现实 中国足球会有腾飞的那一天 但绝不是今天版的 甚至不是最今后的十年之内都没有希望 所以我们今天冷静的接受这个现实